玉里镇第十九届镇长宣示即交接典礼 将在12月25号下午一点半 在玉里镇议文中心举行 而现任代理镇长江东成 新任镇长龚文俊邀请乡亲们踊跃参加 第十九届玉里镇长当选人由龚文俊接手 龚文俊表示四年一任的时间并不长 对玉里镇需振兴需改革的事物 不能因首长异动而将其终止或者是归零 这次当选镇长将会对过去施政的建设案 重新盘点跟检视 我们也做了了解 甚至于已跟这个过去没有办法完案的 这些承办人员做过沟通 那么也实际上现在已经在找行 如何来协助他们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 来让这个案子能够顺利来完成 对于累积旧案必专人专责 让各项的建设赶上进度顺利结案 使能重获上级信赖 争取后续建设经费 重返预理竞争力跟荣耀 当时在进行期间所说的 那么希望未来能够找行法律的这些 法律的这些人员 以及就是说对这些工程案 比较专精的人员如何来辅导他们 以及做他们的一个法律的一些执行 玉里镇第十九届镇长宣示 市交接典礼12月25号下午1点半 将在玉里镇艺文中心举行 卸任代理镇长江东城 新任镇长龚文俊 敬请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 记者高松双遇正采访报道